我们把话题换到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就是这个INSTEX INSTEX 这是我自己给他 因为我没有听过其他媒体这么称呼 这是中国的一个媒体的报道 将来我把这个议题点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话夹着打开 他就这么说了 他说德国 法国 英国 三国共同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表示三个国家坚定支持伊朗的核协议 并且他们坚决的推出了和伊朗的商业结算的机制 这个机制的名字叫做INSTEX 这个让我们想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个全球性的大规模的金融的结算机制 叫做SWIFT 我把这个话题丢给你 社长 你觉得这个事情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事情事实上是 刚刚我们谈的包含尔瑞拉只是整个大形式 变化过程的一个表现形式 一个表现点 但是真正核心的就是环绕你今天所讲的我们第二个议题 事实上今天美国所面临的是它的整个 因为中国国力衰退 那过去支撑这个美元霸权体系的这个基础 不断的在丧失 首先是72年以前是黄金 72年以后是石油 那我们看到72年以后这个SWIFT的成立就是在1973年 就是环球银行结算系统 就是他们叫做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成立 虽然它的总部是设在比利时 在布鲁塞尔 但是事实上在纽约跟阿姆斯特丹 还有就是后来在94年的时候在香港是有它的这个结算点 那各国才是有各国配套的措施 那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这个金融转账 媒合整个计价核算的一个重要的机制 也就是说你透过它你才可以像走向高速公路一样 很迅速的能够进行那个跨国的这个金融结算 那因为透过它所以你就依赖的美元体系 因为它的结算的基准单位就是美元 它是透过以美元为基础来媒合各国之间的货币的这个汇率 那来进行这个这个结算的 那这样子呢事实上你就脱不了美元的金融监控 比如说举典型的例子 我们前一阵子提到 比如前一阵子大家看到那个华为的案例也好 或者是那个法国的阿尔多斯案也好 最近不是写了一个美国陷阱吗 你要法国阿尔多斯案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是 因为它透过这个金融结算系统 发现说有一个异常的金融汇款 这就是美国形成了一个美国的监视系统 它之所以能够实施它的意外管辖权的理由 是因为这笔可能用来做汇款的是用美金支付的 那因为你透过那个系统就等于是用美金支付嘛 那它就以这个东西展开调查 事实上背后是那个奇异公司唆使的这个 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司法诉讼过程 那你就这样子就把一个法国的这个 这个有一个重大的企业就这样吃掉了 那华为这一次也是啊 华为其中被起诉的有涉及金融炸弃 就是说它隐藏墓地 然后是透过这个美国的商业银行 就进行进行那个支付转款 那那这个这个事实上就说明了 就是说它事实上是维持美国金融霸钱的 一个一个手段之一 那那如果说 现在十元美元体系一直不稳定 大家都都已经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 事实上40年来美国在那个中东地区做了那么多事 事实上都跟这个美元结算有关系 也就是石油贸易必须是用美元结算 你如果脱离用美元结算 他就打你 伊拉克是这样子 利比亚是这样子 叙利亚是这样子 今天要打伊朗也是这样子 因为伊朗在在美国长期禁令底下 那国家支撑不下去了 支撑不下去的情况之下 他就宣布跟美元脱钩 所以他跟欧盟国家的交易 就是用欧元为计算基础 以欧元为计算基础 那美国就开始开始对于这个 事实上这个伊朗的这个核武化 事实上远在1950年代 1950年代 60年代就是美国所支持他 因为当时他利用中东的矛盾 直到1980年核武力政签起来的时候 走到他的对立面 才开始对他这个产生这个核武限制 那现在他退出这个核武协定 主要目的就是想要用这个为理由 因为核武协定签订了之后 就说明了这个伊朗是在国际管辖 那伊朗的核子扩散是不可能进行的 那他就没有理由了 所以他就要炮制像类似 当时的这个打伊拉克一样 就大规模文明武器 他退出协定之后他可以对他动武 但事实上对他动武的原因 并不是在于他真正有 有核扩张的嫌疑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跟美元体系脱钩了 他石油交易体系跟美元实现脱钩 那这个会危及到石油美元体系的安全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欧盟国家有他自己自身的利益 特别是伊朗的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 他向来就是一个国际问题 向来就是一个国际问题 伊朗跟土耳其 他牵动面非常大 他除了在黑海问题上面牵动俄罗斯 他又是这个西欧北非跟东亚 要接触的唯一的孔道 那又是那个 几个石油航道的爱口 所以他那个牵动面非常大 所以欧盟国家当然也不愿意说 美国轻易的退出这个核武协定 那要对伊朗动武 因为这一动武恐怕坦白讲 如果说这个世纪有可能出现 大规模的国家之间的集团对抗 军事对抗 那我个人估计是应该是出现在伊朗跟土耳其 其他的前动面都没有大 你说台海问题了不起中美两国 那个甚至周边国家都不敢 不敢太那个 你说乌克兰问题 那是那个北约跟俄罗斯的问题 那个前动面都没有那么大 但是伊朗问题不一样 但是伊朗现在这个重大的危机当中 那因此呢 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欧洲提出来 这个新的这个结算系统 其实它已经 它并不是原创 事实上呢 中国大陆在2015年的时候 也提出了人民币结算系统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这也是坦白讲 CIPS的出现 它事实上是配合的一带一路 亚投行跟金专 金专国家银行 这个整个 那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整体配套 但是这说明了 就是说人民币已经逐渐的摆脱这个美元体系 成立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 那结合到去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那个上海的这个石油 石油天然气那个期货交易市场 以及这个期货交易市场所可以取得的 人民币可以到上海证交所 跟香港的证交所 无限量的兑换房金 这个都说明了跟美元脱钩的一个巨大的趋势 这个支付体系的独立 事实上就是 为什么我们 我们共同的判断都是整个世界是朝向一个 以一体化为基础的一个多 多多元共制的 多元共制的这个世界体系在 在在在迈进 这个都只是他 具体化的表现 那未来这个东西会越来的 只会我个人认为 只会往前走 挡不住 这个是挡不住的 对 您刚刚提到中国和俄国对于这个事情 在进化也关于这个CIPS的事情 你觉得就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INSTEX 就是欧盟他们所造成的这个体系 和中国和俄国会造成有联盟的趋势 还是目前还是你觉得 还是各做各的各打各的仗 初期来讲当然是各打各的仗 目前目前还 就是整个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 他在全球储备以及支付的份额 还没有那么大 只是说因为 因为大陆有几个强大的优势 第一个是 是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进口国 对 那他如果有了这个支付系统 特别是透过他来带动这个人民币 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当中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短期间估计 还那个进行合作跟对接 还不是很迫切的需要 首先第一个是说 这个是摆明的是 是对美元体系的重大挑战 那他所带来的这个 这个国际政治上的风险 其实非常大 那现在你看欧盟国家是非常聪明的 他以伊朗为理由 因为他跟伊朗的这个石油结算是用欧元 那你美国刚好也是对伊朗实施禁运 所以呢如果我不摆脱你的那个SWIFT的体系 我跟虽然是用欧元结算 但是我跟这个伊朗的所有的交易 都要通过你的体系来进行的话 你随时可以引用这个 这个意外管辖权的方式来进行干预 所以呢他就以这个 也刚好恰恰以这个为口实 所以他们认为说 他们自己要独立成立一个欧元的 跨境结算体系 整个跨境结算体系 那来摆脱他要通过美元体系 那然后呢 让美国找到口实 用这个意外管辖权的方式 来进行干预跟制裁的可能性 这是 而且这个符合联合国的基本规定 因为在目前联合国的基本规定 是解除对伊朗的禁运 并不存在在联合国对伊朗 全面禁运的这个情况 那他是以这个为口实 他先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 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再谈 谈其他的 可以让他看起来 在前面的部分 就是这样的地方 那是有点有的 我认为 我认为 一些能力的 那是有点有的 可以看起来 我认为